各位师长,各位同修大德,请翻开经本四二七一,第五行开始,第五行下面最后一个字,我们先念几句经文。 而有众生多余隐喻,常念供应观世音菩萨,变得礼喻,我们从这开始,前面把这个七种灾难, 都说完了以后呢,现在讲三读,这个三读啊,就是为什么呢,我们在世间呢,一般众生啊, 造的这个,那个罪业很多,造了罪业,遇到缘,罪业造业就是因啊, 遇到的缘呢,就有结果,是因缘果,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众生,在这一生,谁都不能讲他没有造业, 从而呢,他没有造业,前生前世,造的业啊,读得很,这个呢,必须啊,我们远读这部法画经, 特别是,这些观世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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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这个缘,不要使这个缘跟过去的因能够结上去 缘要断了,断了缘,它就不会结果 断缘不会结果,这是一个暂时的,不是根本的办法 只能够消延前的灾难而已 要想把过去的这个因都消掉,那就要断缘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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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缘� 看起来,想这个因缘果啊,可以真正说起来啊,要断那个种子啊,断那个烦恼啊,那一直到等觉菩萨,等觉菩萨把这最后一品生相无名断出来以后,才到妙觉。 那这是根本的,所以在这一段呢,讲到这个贪嗔是这个三毒啊,活就是这么重要,活是实在说起来啊,有无名以后就是有活,活这个,这就是烦恼啊, 无穷无尽的,说不清的,是烦恼无尽嘛,烦恼无尽的话,那这个,讲起重要的,那就是讲三毒,三毒就是贪嗔吃三毒。 以这个三毒啊,举一个例子而已,要讲的详细啊,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啊,这个烦恼就活啊,说不清的啊。 因此我们到人世间来,虽然是得了人生了,那这个烦恼既是无尽的,那么遇到种种不如意的事情,那些,那些苦恼的这个,这个果,也是无穷无尽的了。 啊,那么这个,那么这个,无穷无尽的,这些,在人世间,要受到的这些个,啊,这些,不如意的事情,凑折苦恼,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 就眼前可以知道的话,可以,啊,可以,啊,消灾灭难,那么就是,讲到深入的话,那么要了生死,了生死啊,了生死,非断这个三毒不可, 他能吃这个三毒啊,不断除,那不能成就的,所以这里开始叫三毒啊,三毒,要断三毒呢,注意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 第一,第一就是刚才讲的,那么就是,我们每一个众生,在六道里面,就是由于,最初,阴阴不绝,起了无名啊, 有无名,然后再带了那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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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,烦恼啊,有那些烦恼,才有这个,最严重的三毒啊, 所以在这里讲三毒,成年观世音菩萨名,前面,把这个,七种灾难讲完了, 那么,念观世音菩萨名的这个,修行的人啊,他是用口念的,口念观世音菩萨名,那么,口业了,就改了, 所以是啊,前面叫口业,念菩萨名的人,那是,他口业改了, 口业一改呢,他就改,改到菩萨的音,所以口业是属于,属于这个, 属于这个,那么这个,菩萨的音呢,就是音,就是基音, 前面那个口业,前面那个口业啊,讲完了,刚才念的这,从这开始,叫一业,一业就是啊,那个更重要了, 除了口业呢,除了口业呢,能够得到菩萨来音的时候,口业也要一业呢,一业念菩萨名呢,就属于一业了, 所以在这里讲一业,一业开始,讲这个三读,第一个就是啊,若有众生,都与音语, 常念,恭敬,观世音菩萨,变得礼语, 这新闻是这样说,若有众生呢,他这个音语,多了,那么音语多,是一个, 这个众生在世间呢,生死不断了,苦恼也是,连接着是不会断的呀, 所以多于音语,这个怎么办呢,要常念恭敬,观世音菩萨, 常念就是,不间断地要念观世音菩萨,而且要恭敬,恭敬随时随地呀, 对观世音菩萨都要恭敬,那么这个,这样就变得礼语, 就能够离了这个音语,方才讲呢,就照这个经文的文字啊, 我们简单地明了,要是深入地研究的话, 根据祖师的读解,以及我们老师学露老人呢,再加以详细的解释, 那么就这一段呢,就要多花一点时间,来研究了, 讲的这个三读首要就是他呢,他在这个经文里面,就讲多于音语, 音语就是贪语,音语啊, 这个音语啊,即使人人都有的,那就是我们了解, 众生,所以在六道里面,生死不断, 而且在六道里面轮回,这就是音语在那里作祟啊, 有这个音语,生死不能了啊, 比如说六道里面的凡夫众生了, 那个菩萨,大菩萨, 他发愿要到生生世世,在人世间,来弘扬佛法,教化众生, 他还要留一瓶,这个活呢,就是人生, 留一瓶这个,这个贪佛啊,贪欲之活呢, 人,人,私人, 如果没有这一瓶贪欲之活啊, 他来不了世间, 所以菩萨, 他要留一瓶的, 这个, 贪欲之活, 这个运生可以到世间来, 可今呢,这个贪欲之活啊, 在六道里的凡夫众生呢, 人人都有, 人人都有,就是人人这个生死, 不能了脱, 所以在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, 四十二章节里面讲, 世间的众生啊, 都有这个, 都有这个阴遇, 赖有意义, 幸福也好, 只有这一种, 这个, 假设有第二个, 第二个这个, 这种, 那种烦恼啊, 跟这个阴遇同等的话, 那好了, 那这个世间, 没有人能够, 学到, 学得成功了, 这四十二章节是这么讲的, 幸福众生啊, 只有, 一个阴遇这一条, 只有这一条, 大家学佛, 明了这个道理, 还可以用其他的种种的法了, 来对治这个, 这一条, 假设其他的, 还有一种法, 跟阴遇相同的话, 那也没办法知道, 那这个力量更大了, 所以这个, 这样看起来呀, 阴遇是一个, 是最厉害的呀, 一个一个一个烦恼啊, 那么现在, 要念这个观世音菩萨, 这个就是对治阴遇的, 那就是说, 这是一页嘛, 讲一页嘛, 这个阴遇中的众生, 他只要时时刻刻想到了, 观世音菩萨, 心里也想到, 观世音菩萨, 不管是出生年也好, 不出生是末年也好, 甚至末年也好, 就是心里想到观世音菩萨, 这个时候啊, 那么, 众生的阴遇之心啊, 就被观世音菩萨, 这个圣号啊, 把他压下去了, 这是一个压下去啊, 他就不起现行了, 不起现行, 阴遇的烦恼, 暂时就止住了, 这是就不懂理的人来讲, 再从理上面来讲, 观世音菩萨名号, 把这个阴遇之心的压下去, 不是压一时的, 时时刻刻都用佛号, 把它压下去, 这就是注重在心呢, 心里时时刻刻, 想到观世音菩萨名号, 名号就代表了个, 观世音菩萨那种, 那种道德, 就是代表观世音菩萨本人, 心里一想, 观世音菩萨就在心里, 那这个, 就一直, 阴遇之心就不起来啊, 久而久之, 今天是如此, 明天是如此, 天天如此, 把他, 那个阴遇之心把它压下来, 一直不起, 久而久之, 这个阴遇之心有种子啊, 种子就把它断掉了, 那就能够了生死, 这是一个最, 最好的方便法, 方便法就借着, 观世音菩萨名号, 把那阴遇的心, 那个压抚起来, 把他压制了, 不让他起来, 观世音菩萨, 基本上, 观世音菩萨名号, 是个圆啊, 是个真上圆啊, 这个, 自己阴遇心是过去, 过去种下这个阴遇的一个种子啊, 这是阴啊, 要想阴遇种子不起现行, 就借着观世音菩萨名号, 把那个种子压抚下去, 这阴遇这个鸟, 这个阴遇这个鸟, 这个不及现行就不及骨了, 就是复活, 复得久了, 就断活, 理事清清楚楚的, 在这讲的, 足是讲的非常清楚, 这个经文后面讲,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, 变得理愈啊, 理愈就是断愈啊, 把这个阴遇, 阴遇之先断掉了, 常常念观世音菩萨, 恭敬观世音菩萨, 就能断活, 断这个鱼, 这是呢, 学如老人讲啊, 这是方便法, 我们不要认为是方便法, 这个用在这里, 好不好啊, 方便法, 必须要有方便法, 理愈才这么快, 不用这个方便法呢, 直接地来对治这个音乐啊, 那希罗老人估计就讲, 拿这个观心法门来讲, 什么叫观心法门呢, 禅宗, 早期的那个, 就是观心, 他怎么观心呢, 我们凡夫众生呢, 每其一念都是, 都是烦恼的, 都是妄念, 妄念纷飞啊, 所以念念都是, 都是虚妄, 都是烦恼啊, 禅宗, 早期的观心法门, 就是观这个妄念, 这个念头起来, 他就观, 这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, 起来之后就, 又灭掉了, 又灭到哪里去了, 一个念头是这样观, 观他起初, 观他这个灭出, 灭出就落在那里, 那么, 一个念头这么观, 再一个念头, 还是这样观, 念念相续的, 凡夫众生这些妄念呢, 相续不断的, 他就是这样观, 这样观的时候啊, 这功夫, 要很深功夫, 那就说, 这观心, 做观心的人啊, 他就在那个, 一天到晚在那里就观自己心, 每一期一念就在那里观, 念念在观, 念念不断地在观, 观到什么时候呢, 观到这个忘年没有了, 观到忘年没有啊, 就无了, 无的什么呢, 哦,没有忘年再, 才这个经验才出现的, 经验是从这个珍珠本性里面起来的, 那个经验起来呀, 就是法神, 见到自己的法神, 这是像只见了, 见了无了, 这叫大车大无啊, 那么到这个境界是什么呢, 就自己知道, 那个经验, 这个忘年是观察没有的话, 这个经验自己的这个经验, 这个经验, 在这个当中, 这个观这个忘年的时候, 功夫不能间断, 不能间断的时候啊, 这个学路老人家是学过禅宗的呀, 知道啊, 经验在什么时候起来呢, 就是在, 观的功夫很深了, 我们一般人呐, 前年后年呐, 根本就分不出来, 观心的那些禅宗啊, 观到后来呀, 前年后年呐, 他有很威胁的一个一个间隔, 这个我们凡夫众生, 根本就不知道的, 我们凡夫众生这个, 这个前后年是整体的连在一起, 连在一起是忘年连在一起呀, 常观心过那儿, 有功夫的时候啊, 他不这个, 这个前后年呢, 中间有很威胁的那一个间隔, 就在那一个间隔, 看到, 看到, 发生, 所以老师就引用古人讲的啊, 打的念头死, 虚如发生火, 你把这念头啊, 把他又起了念头, 那个忘年就把他打死掉, 打的念头死啊, 打的念头死啊, 虚如, 虚如你, 尤其是你啊, 虚如你, 发生火, 发生就, 就活起来了, 发生火是什么, 发生哪一死活呢, 只是禅宗的, 讲的这个话啦, 让人家去参啊, 那就是前年灭了, 就念头死, 后年还没有来, 还没起, 就在中间呢, 发生, 被你悟到了, 看到了, 这叫发生火, 这功夫很重要, 能够, 这个前后年能够见到这样的境界啊, 再继续用功, 把前后年啊, 这个全部把它打消掉了, 全部发生就活了, 禅宗是关系法门是讲这个道理啊, 那就是功夫到最深的时候, 把全部这个, 这个念头, 这个妄念的都把它消灭掉了, 那整体的这个发生就出现了, 就成佛, 没有到这个程度呢, 那么见到一部分发生, 这也是发生火, 那就是地上菩萨, 就别叫讲地上菩萨, 就原叫来讲, 出度以上的菩萨, 包括出度, 但是呢, 要想, 按照禅宗这样关心法门啊, 在这个正法时代, 想法时代, 或许正法时代人度, 能够见到发生的人度, 想法时期少了, 不能说没有, 少了, 到末法时期啊, 除了是大菩萨来实现, 普通凡夫, 你想用这个方法, 把自己发生能够, 能够悟到, 能够见得到啊, 太难了, 我们法复众生, 前年死, 后年未生啊, 谁都没有, 没有看清楚, 前后年都看不清楚的, 前后年看都看不清楚了, 哪里还看到这个, 前后年之间的这个, 最维系的那个, 那个, 那个间隔了, 这种间隔都看不出来, 哪里还能够见到自己发生呢, 这样一想, 回过头来看, 我们现在之下, 舍弃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 念名号, 不错, 这是方便法, 我们不用这个方便法, 那用那个普通观世音菩萨名, 那到何年何月, 到哪一个世界才能有成就啊, 这是禅宗也是普通法门的, 这个普通法门, 当然有成就, 能有成佛, 但是普通讲三大欧生七级, 那用这个方法好了, 直接的, 直接的, 那个直接就是, 自己的力量, 自立法门,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 就跟念, 欧弥陀佛名号一样, 就是二立法门, 二立法门是方便法, 你不用这二立法门呢, 用这个自立法门修啊, 那就, 修成就, 了生死的话, 成佛的话, 三大欧生七级, 这样看起来,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, 这一心念观世音菩萨, 就能断这个隐喻啊, 断隐喻是, 隐喻是, 贪欲这种最厉害的一种欲望啊, 把这一段, 贪欲其他的一些就都断了, 所以观世音菩萨, 有这样的这个利益啊, 方便法, 就是二立法门, 斜陆老人还是告诉我们, 就自立这方面呢, 还要用一种法来帮助, 我们自己反复众生啊, 我们用什么的, 用哪种方法来帮助自己的力量, 可以跟菩萨的名号能够相感, 能够得到感应, 这个在自立方面呢, 用什么方法呢, 用这个, 不尽管, 我们任何众生呢, 有这个, 贪欲的时候啊, 当然, 那个善根很深厚的人, 知道菩萨的名号, 因为要起来的时候, 他就提起名号, 就能够注意把他援佛下去, 还有善根里没那么深厚, 那就要想到啊, 那个不净, 不净是不干净啊, 无论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看法, 或者女子对男子的看法, 都把对方看得不净啊, 不但把对方看得不净的, 自己看看自己, 也是不净的啊, 我们一想我们这个身体, 外面穿着衣服, 洗得干干净净的, 那么身体啊, 每天在洗澡, 也洗得很干净, 但是一想, 你两三天不洗澡的话, 身上就是那个气味, 就是温不得了, 这还是外在的啊, 里面一想, 在皮肤里面的, 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, 这个血肉里面呢, 哎呀, 那是见不得人啊, 这样一想, 贪欲之心啊, 就不会那么那么强烈了, 淡化了, 这一淡化啊, 自己的这个, 能够自己的力量啊, 就能增强, 自己力量一增强啊, 它就能够感应到这个菩萨来, 来应, 自己有感, 自己有感的, 感的力量增强了, 那菩萨, 菩萨是慈悲的啊, 不管你众生, 有没有感, 或是感到什么程度, 菩萨就是这个平等的慈悲, 他都是来, 来来, 使众生呢, 都要离遇, 但是众生, 那个感的力量不够, 或是没有感的力量, 菩萨虽然来应啊, 应不上, 那就没用了, 所以这个理由我们要清楚啊, 就是说这个, 就是太阳嘛, 太阳光是, 儒家的经典也讲啊, 日月五四照啊, 天上是太阳, 月亮照在大地上, 没有死啊, 没有死心啊, 大地上万物, 它是普照啊, 佛法里面, 叫那个观音大师, 他这个, 他这个慈悲心, 他也是普照的啊, 那么有的, 有的, 那个众生, 他连菩萨这个, 明都不知道, 就是知道不明呢, 他的自身的感, 能感的这个力量不够, 就等于说自己, 背着太阳, 或者用, 太阳在外面照啊, 他跑到黑暗的地方, 那太阳照不着他, 那不能怪太阳啊, 是怪自己, 你逃避了太阳啊, 这个道理, 就是, 我们知道的话, 就知道, 念观音菩萨, 不但可以消除世间的灾难, 而且可以离遇, 离遇, 就是断这个遇啊, 就能了生死, 下面一条, 若读尘会, 常言, 恭敬, 观世音菩萨, 变得离尘, 这是啊, 要断这个, 三度之中的, 贪嗔痴, 就成, 成性, 要断除, 这些文是讲, 若众生啊, 他的成会性多, 就是中, 比一般人都中的话, 常言恭敬观世音菩萨, 变得离尘, 离尘就是, 把这个成性断除啊, 多成, 众生啊, 这个成就是在三度之中的一种, 那就说, 哪一个众生, 这个成恒性都很多, 成恒性, 起来的时候, 他从什么起来, 就是从无名起来的, 无名烦恼, 有无名才有这些烦恼啊, 在成恒性这方面来讲, 就像是虎, 一把虎一样的, 一般人一般讲嘛, 某个人才发脾气了, 发无名虎了, 无名是这个人不懂道理的, 不懂得什么, 不懂道理的, 不知道自己有本性啊, 但是, 那个, 懂得自己有本性, 他才懂得道理啊, 不懂得自己有本性, 无名就是无名, 无名你起了烦恼, 一发脾气, 就叫无名虎, 无名虎起来, 想想看, 禅宗用观心法, 用的内功的, 有很多功德, 那么, 除了禅宗用内功的以外, 还有一般的, 慈善家, 做的那些, 慈善事业, 慈善事业, 那么也有他的很多, 真正说起来的那些慈善事业, 是福德了, 不是功德了, 明天说他有功德也好啊, 反正是做的好事情嘛, 那是外在的, 就拿禅宗的内在的功德, 一般慈善家, 做这个好事情, 算是外在的功德, 功德很多了, 禅不起一把无名虎, 虎一烧这些功德没有了, 那些功德都很多, 多得像山上那个树一样的, 树林啊, 所以福经里面讲, 这个功德林啊, 做那些功德就像树林那么多啊, 你看看, 山上那个树林虽是多, 用一把火烧了山了, 所有树就会烧干, 烧光金了, 烧光了, 没有了, 没有了, 所以成火一发生起来, 就是活烧功德林, 他又这么厉害, 那么这个,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有称慧心的, 称心也是一样, 没有其现现的时候, 称慧心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呢, 潜伏, 潜藏在这心里面, 这心只在第八十, 寒藏在第八十里面, 在他没有起现形的时候, 我们常常想到观世音菩萨名号, 只要心里一想, 那在第八十里面, 称慧心的种子就不会起来的, 不起现形, 不起现形, 无名火就起不来的, 那么这个, 开始用功夫就是把这个成形的种子, 把它扶下去, 跟前面一样的, 久而久之啊, 成恒因之一直用菩萨名号把它压下去, 让它没有时间能够起现形, 让它不会发生这个火, 那么这就是离成, 离成就是成恒因, 就是断了, 断这个成心呢, 那就是正果啊, 要成恒因, 从开始把它压附下去, 一直要到那个断这个成恒因, 这个在自己的, 终身自己这方面来讲啊, 也要增加这种力量, 增加自己的力量是什么法子呢? 修慈悲观,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啊, 平等无私的啊, 我们要得到观世音菩萨那样感应的话, 我们在自己的这一方面呢, 这个力量要加强, 加强就是学观世音菩萨那个慈悲, 我们本身这个慈悲, 善根就是一天一天增加, 那就是遇到后来, 越能够得到菩萨来引我们, 这是学路老人过去, 教我们呢, 有些慈悲观啊, 后面讲, 若度于吃, 常年供应观世音菩萨变得离迟, 这个三度, 前面呢, 谭尘, 固然是, 嗯, 借着菩萨名号, 由福, 然后断, 当然也不容易了, 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个迟啊, 这是最麻烦, 讲解都很麻烦了, 后方断的更难, 特别在这里要知道啊, 谭尘, 一升到极乐世界的时候, 很容易就断了, 因为在那个世界是特殊的一个世界啊, 十方世界都没有的, 但是这个迟啊, 到极乐世界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断了, 我们在这个苏波世界念, 能够能够往生, 往生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, 那个痴啊, 还是要靠念佛, 念三母, 才能断痴, 念到什么程度啊, 这个痴啊, 在我们世间来讲, 要念到这个等觉菩萨, 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的, 吃和没有断的, 逼得到等觉后心, 到了等觉后心呢, 那一平无面断了, 那就到了妙觉菩萨那个地位了, 这个痴才断了, 可惜这个痴难啊, 到了今世间念三母, 念佛, 那痴也不是断时就断了, 等到等觉菩萨, 最后要成佛的话, 到了妙觉才断了, 所以这个《无弥陀经》里面讲, 圣道极乐世界都是三母腿, 三母腿最后是念佛腿, 在念佛腿里面, 就是有等觉菩萨, 到了念佛腿的时候, 等觉菩萨, 他和余的身相无明要断了, 然后才成佛, 可惜这个痴很难啊, 难断了, 那么这个断的方法, 当然念菩萨名号, 二的一法门归一段啊, 但是啊, 在念佛的, 念菩萨名号的众生来讲, 他要知道, 吃的反面就是智慧啊, 自己要开智慧, 智慧怎么开呢? 要讲因果, 深信因果, 深信因果啊, 他就能开智慧, 因果把这个异状事情, 前应后果中间的缘, 讲得清清楚楚的, 他就能开智慧, 这些讲开智慧, 要断这个词的话, 开到什么程度啊? 开到这个, 那个智慧最圆满的, 叫大愿精致, 开到大愿精致啊, 整个的智慧圆满了, 大愿精致就指的第八诗啊, 整个就转成这个, 那个圆满的智慧啊, 那就是成就了, 成佛了, 成佛了, 所以这就是, 开智慧啊, 要从信因果开始讲, 这好懂, 信因果可以开智慧, 开智慧, 从一步一步开, 开到最后, 大愿精致出现了, 那就成佛, 三读, 三读, 这个教理是讲完, 天台宗的祖师啊, 他还用这个空甲中, 这个观心法呢, 来比照这个三读, 那个不能详细讲, 我们知道有这个说法就可以了, 最后呢, 它是一个结, 一个结论, 观世音菩萨, 又如是等大卫神力, 多处饶意, 十顾众生翻过来, 长阴心念, 这个就是说, 前面三读讲完, 那都是一语啊, 一语啊, 念观心菩萨, 圣名号啊, 在一九一千年, 念菩萨名号嘛, 就一语能够清净, 所以, 这个经文里面讲, 叫这个五金一菩萨, 五金一, 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大卫神力啊, 多数饶意, 饶意众生, 十顾众生长印心念, 所以众生呢, 经常的, 不断的, 应该有心念啊, 这个心念就是义啊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